- 搶救馬糞海膽 - 搶救馬糞海膽 - 搶救馬糞海膽 - 散盡企業責任 - 散盡企業責任 - 散盡企業責任 北市軍品酒店 原本要在週一 推出為期五十一天 噴呼馬糞海膽 生蠔吃到飽行動 引起環保團體 一片踏滑和抵制 保育團體 他們在第一線的調查 都顯示數量明顯比過去還要大量的銳減 滅絕的趨勢已經出現 就我所知啊 今年聽到最震撼的事情 是在很多的海域 他們都只剩下個位數的海膽 為了平行環保團體的抗議 軍品酒店在中午緊急 將活動喊停 - 剛剛我也講了 就是一切雖然都是合法 但是環保團體的聲音 我們聽到了 目前我們是全數把這些 海膽的部分退回給業者 退貨的大概是一兩百顆左右 葉子強調 不會擔心活動取消 會影響到業績 但是他們也期待 - 如果這個對生態上 沒有任何的影響 我想我們還是會繼續尋找 這個新鮮的食材 來給顧客們 所以在政府 還有這個環保團體 以及業者當中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平台 讓我們避免以後 還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生物中心 台北報導